大麦克是全球最知名的汉堡 外国媒体甚至拿来当成工具 衡量国际货币购买力 称为大麦克指数 除了大麦克 汉堡必备两瓣薯条 也是观察经济讯号的指标之一 不是主餐 但民众会不会出手加购小确幸 跟景气冷暖息息相关 因此与冰冷的数据相比 一包酥脆滚烫的薯条 对民众而言往往更直观也更有感 让薯条指数应运而生 除了素食 美妆品也能看经济 2001年美妆业者提出口红理论 当经济月差 消费者就会购买口红或化妆品 取代价格高昂的精品 而随着时代变化 医美普及也出现新指标 口袋可以空空 但脸蛋可不能松松 让肉毒感菌成为继口红之后 又易经济指标 服饰方面也有 经济越好 裙摆越短的裙摆指数 经济越差 销量越差的男士内裤指数 这些创意指数的最大共通点 就是把民生消费趋势 当成经济 风向球 三立新闻参谱亭报道